她是红眼里不算起眼的一位英雄 却留下了中国史上最悲壮的侍儿 短短的76字真言 包含着怎样的革命好情 又怎样改变了儿子的人生 她是红眼里成岗的原型 为了完成最后一个任务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 她留下了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自白书 红眼里的英雄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换之 长篇小说红眼 相信很多人都读过 书中很多的著名的英雄人物 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比如说江姐 江朱军 国民党特务对她用尽酷刑 最终从她嘴里得到的 只有那句阵龙发聩的回答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还有小萝卜头宋振忠 这个不到九岁头大身子小的孩子 一生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不知道真正的唐是什么模样 什么滋味 却可以分辨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让革命之火在欲语中燎原 还有阻止多谋立场坚定的许云峰 以及最具传奇色彩的双腔老太婆等等 他们的故事直到今天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但其实在红颜当中 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英雄 他们的名字或许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他们的故事却真实的存在着 同样惊心动魄 今天我就要介绍这样两位 红颜英烈 第一位呢 他叫做蓝地狱 红颜小说里提到的不多 但是他却不是一般人物 在人间炼狱般的扎子洞当中 他的传奇非常特殊 蓝地狱的童年是不幸的 1916年蓝地狱出生在重庆市殿江县 五岁那年呢 他的父亲惨遭地主迫害致死 这段经历让蓝地狱从小就对旧社会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后来母亲改嫁 蓝地狱便在继父家长大 到了1937年 此时的蓝地狱中学毕业 家里头实在是供不起他继续念书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没办法 21岁的蓝地狱 不得不扛起赚钱养家的重担 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一段不得已的经历 却给他带来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 怎么的呢 他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一所小学里边教书 在这里呢 他劫持了一个人名叫田济 是那所学校的校长 不过这个田济啊 还有一重不为人知的秘密身份 他是一位共产党员 在校期间 田校长经常把细行漫迹 在轰炸中来去等进步书籍塞给蓝地狱 书当中 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 深深的震撼了蓝地狱 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 慢慢的开始在这个有志青年心里边生根 慢慢成长 一年之后呢 也就是1938年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蓝地狱成功的考入了一所师范学校 在这里呢 他结识了共产党员彭永吴 也就是江姐江朱军的丈夫 另外还有王炳南 温可九等优秀的共产党员 和这些优秀的人在一起 蓝地狱干成了不少的大事 比如说 他组织过同学们排练 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剧目 到街头巷尾宣传演出 鼓舞群众积极抗日 他呢还撰写了不少反映 青年学生在抗战当中思想学习工作的文章 在当地引起过不小的反响 同样是在那一年 蓝地狱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 他辗转多地从事工运和学运工作 1945年 蓝地狱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 以教书作为掩护 在梁山电江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并利用课堂宣传革命思想 团结进步教师组织学生演唱 兄妹开荒 王大娘补钢等进步歌曲 因为善于团结群众又有奉献精神 蓝地狱成为了梁电地区的特职书记 为了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蓝地狱继续发扬自己的两大优点 一方面他以行医看病为名 秘密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 动员了200多名群众开展抗兵抗粮抗捐斗争 发展党员10余人 农藩会会员200多人 声势越来越大 另外一方面为了支援当地的武装斗争 蓝地狱毫不犹豫卖掉了自己家的全部家当 所有钱捐给了党组织 没钱你说这个日子得有多苦呢 不过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在蓝地狱看来并不重要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 家人 是革命 革命的道路充满曲折 家人始终是蓝地狱心中那盏最温暖的灯 就在蓝地狱变卖家产的那个时候 其实他刚刚当上父亲没有多久 这张照片最后左边的站立者是我母亲 右边就是站着的是我父亲 前面坐到那一位就是我的奶奶 抱着的那个娃娃就是我 我的父亲就跟我母亲说 儿子跟他取名叫庚慌 就希望孩子以后 用庚慌这地坚持不怕和这个不断分禁的精神 来把我们鬼家建设成为美丽的原理 日子虽然辛苦 却有妻儿相伴 这样的生活对蓝地狱来说 就已经可以称得上幸福了 然而 幸福的生活 没能持续多久 1948年11月17号这天 是蓝地狱的儿子蓝更荒 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日子 1948年11月初 蓝地狱的上级街头人 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 按理说这个时候的蓝地狱 应当立即撤离 但是他心系着当地的革命群众的安危 坚持留下来做好应变部署之后再走 为了传达此事 妥善安排好后续工作 蓝地狱决定召开一次会议 开会的日子就定在1948年的11月17号 那一天蓝地狱早糟的就来到了开会的地方 可是约定好的开会时间早就过了 却还有两名代表没有出现 不妙 蓝地狱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 要知道时间紧迫 每待一分钟变多一分钟的危险 是自己先转移呢 还是再等下去呢 选择题就摆在了蓝地狱的面前 思索再三 蓝地狱最终决定留下来 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人 这样啊 他等来的不是两位同志 而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 就这么着蓝地狱不幸被捕 我特别舍不得他们的分开 我就抱着我父亲的大腿 我就说爸爸我要跟你一起去啊 结果 我父亲看到没办法脱身 只好狠心地把我手扳开 我哭得很厉害 我说我要爸爸啊 我要爸爸 世界上最痛苦的是莫国与骨肉分离 然而为了群众的安危 身为共产党员的蓝地狱 只能够做出这个最艰难的选择 谁也不曾料到这一别 竟是一个决定 国民党知道他是一个特质书记 因此想从他嘴里边得到 游击队的人员名单家庭住址 以对游击队员进行彻底的一网的打击 就用那个火落铁来烙他的背 这威逼他说出话 可是蓝地狱就是死死了人 酷刑可以打断他的腿骨 打烂他的皮肉 但催不垮他的浩然正气 眼看用尽各种办法 始终一无所获恼火的国民党特务 竟然想出了一个损招啊 什么呢 特务们抓来了蓝地狱的母亲 把他带到牢房 牢房里伤痕累累的儿子 牢房外年迈憔悴的母亲 透过冰冷的铁栏杆 看到伤痕累累的儿子 母亲劳累纵横 大声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然而皮鞭抽打蓝地狱的声音 却比这呼喊之声还要大 那一刻母亲的心都要碎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气 已经满身是血的蓝地狱 大声地对母亲喊出了 这样一段话 我父亲 咬尽压关 强忍着剧痛 对我奶奶说 妈 你不要为我担心 要想开戏 我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 为天下老苦人民的繁盛解放 才走老里 就是为此而死 我也值得 就是为此而死 我也值得 话虽简单 却震龙发聩 震撼人心 这是特务们 从蓝地狱嘴里得到的 唯一的信息 亲情与酷刑 都没有让蓝地狱松口 特务们只好将蓝地狱 转移到了渣子洞 集中营关押 1949年10月1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庄严宣告新中国的成立 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夜战军 直出贵州 向四川挺进 西南地区解放 进入倒计时 然而蓝地狱的生命 也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0月27号这天晚上 牢房外传来了 特务们的高声叫喊 蓝地狱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他知道最后的时刻 到了 天快要亮了 胜利就在眼前 而他却不得不在这个时刻 与同志家人 尤其是自己心爱的儿子 告别 回想一生 他颠沛流离 最后连半分家产 也没有留给家人 对于家人 他是万分的歉疚 可对于革命理想 他初心不改 也许 他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 但是 他是一位优秀的 共产党员 好了 现在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了 对于愧疚的家人 许久未见的儿子 该留下点什么呢 他当时是紧闭双眼 仔细思考 然后心中有了成熟以后 然后看他用笔 一个字一个写 写好以后 他对当时劳奉说 你们谁能出去 把这首诗交给我儿子 这首诗我写的 就是我自己的愿望 要求自己 就对儿子的期盼 当时蓝帝把这首诗 还朗诵给大家听 你更荒 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 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遍地经济 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愿你用 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 耕种成美丽的 园林侍儿 第二天 蓝帝玉被押送到 重庆大平行场 慷慨就义 年仅33岁 这首诗成为了 他对自己五岁的儿子 最后的主 当时我看到 这个意思以后 无数次地想想到 我父亲 在走上欣赏之前 是怎么样 荣扬出这首语族 这种情景 长大了 一定要当解放军 去为自己的父亲 和历史们报仇 父亲的七十六字真言 字字千钧 伴随着蓝更荒 漫漫的人生路 刚满十六岁 他便在参军登记表上 毅然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历经二十余载军旅生涯 蓝空荒成长为了一名光荣的革命军人 他无愧于父亲对他的嘱托 亲爱的爸爸 又听见你在 事儿中的嘱托和希望 又看见你走向心肠的大灵灵灵 如今 天地的境界已被穿出 再也没有满街的狼权 你和先天们放心吧 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 今天你祝贵 敌根绿 天根难 蓝地狱的一生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三年 但他却以顽强不屈的意志 无私奉献的精神 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 他用生命铸就的诗篇 必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以羹慌之志建设国家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 他孤军奋战 自觉履行共产党员职责 惊献神秘信息 一张阴谋的大网向他铺开 监狱成战场 在黑暗潮湿的牢房中 他都做了什么 最后的时刻刑场之上 他又上演了怎样悲壮的一幕 江西卫视今天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共产党员陈然的故事 说完了蓝地狱的故事 咱们再来说一遍 与蓝地狱一样 他同样牺牲在黎明之前 他同样在渣子洞里有一段传奇 他同样在牺牲之前 留下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篇 当然了 他同样出现在红颜的小说里 他是书中陈岗的原型 他的真名叫做陈然 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的湘河县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 15岁的他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 担任歌手和报幕员 在抗日救亡宣传中 他逐渐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理想 1939年春天 不满16周岁的陈然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 陈然得到组织批准 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但因战局混乱 加上自己身染重病 没去城 最后辗转数月 来到了重庆 祸不担心 后来因为躲避特务的抓捕 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不过 尽管如此 与组织断了联系的陈然 仍然自觉地履行着 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通过学习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上的进步文章 领会党指示的斗争方向 主动深入到工厂码头 去与工人群众交朋友 给他们带来阶级斗争方面的思想启发 后来全面内战爆发 相当多青年的思想状况 因政治局势的复杂程度 和自身的前途茫然 而感到苦闷和迷茫 在这种情况之下 虽然重庆已经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但陈然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 他联合了几个进步青年 创办了彷徨杂志 这本杂志以小职员 小店员 诗学和诗业青年等为对象 以谈青年切身问题为主要内容 以此联系更广泛的社会群众 发展和聚集革命力量 团结发展了不少热血青年 好事一桩接着一桩 1947年下 孤身奋战的陈然 终于在重庆联系上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恢复了组织关系 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一个新任务 什么呢 为了发动国统区民众 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 中共重庆市委 于1947年秋创办了挺进报 陈然之前彷徨是搞得相当不错的 办挺进报的任务 自然就落到了他的身上 白天陈然是机械厂的管理员 晚上他则秘密印刷着挺进报 他们把报纸作为对敌攻心的武器 一方面刊登了大量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 鼓舞广大人民 另一方面呢 也增加刊登了一些警告和开导国民党人的文章 甚至还登了毛泽东的论大反攻 以此来瓦解敌人的心理防线 挺进报的秘密发行 就像一颗颗致命的子弹 射入了敌人的心脏 国民党反动派慌了 1948年4月21号傍晚时分 陈然突然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 上面写道 近日江水暴涨 文君于买州东下 紧筑一帆风顺 沿途平安 这是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写给他的 陈然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是出事了呀 同志让他赶紧撤 果然事情就像陈然猜想的那样 就在他收到信的前一天4月20号 由于叛徒出卖 国民党反动派得知了挺进报的机关住所 紧急的行事之下 挺进报的领导通知陈然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于是乎这就有了这封神秘的短信 按理说 接到信之后 陈然本来可以马上脱离险境 但是上级给他的通知当中 还有这么一句 22日印好最后一期报纸 晚7点 市委派人来取 而后迅速转移 为了完成党组织交办的印完最后一期挺进报的任务 陈然毅然放弃了迅速撤离的机会 在22日下午5时 陈然印完了最后一期挺进报 然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们破门而入 为了从陈然口中挖出挺进报 和中共重庆市委组织人员关系和人员名单 国民党的特务对他连夜审讯是未必利用 在选举和国民党张介对他不断的审讯过程当中 首先对他进行的全打脚挺 甚至用这个三十斤的脚铐手铐 把他靠起来 使他不能动成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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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着他们不约而同说出 紧紧地握你的手 质疑革命的敬礼 原来挺进报特资和电台特资 都是单线联系的互不往来 陈然在印刷挺进报的时候 发现每次从组织上转来 收录的电讯稿自己工整 一丝不苟 他被收录员这种认真的态度 所折服了 他写了一句质疑革命的敬礼 向这位同志表示敬意 考虑到工作纪律 他没有署名 而是由组织代为转交 几天之后他收到回信 只有一句紧紧地握你的手 同样没有署名 这是收录员 也就是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程善谋回给他的 因为遵守组织纪律 这两位共产党员 从来没有私下联系过 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场合之下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 所谓帮助之下 这两位心心相惜的默契战友 终于相认了 而两位战友的表白 是现场场面一度混乱 审判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最后灰头土脸的特务 只好草草收场 进而凶残地将他们押往刑场 然而在刑场上 混乱的场面再度发生 当国民党特务们 罪恶的枪口对准他们的时候 陈燃和难友们不约而同 高声呼喊着 毛主席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正义的呐喊 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 慌张的他们不得不用机关枪 向陈燃等人疯狂地扫射 陈燃和他的战友们 就这样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下 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在与组织失去联络的情况下 能恪守职责 在狂风暴雨袭来之前 能坚守岗位 在酷刑折磨之后 能坚定信念 在荣华富贵诱惑之下 能不动心智 这就是共产党人诚然的故事 今天节目也就到这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和抖音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